哇 我接到你了 寶貝 好玩嗎 這是我們特別為孩子設計的滑索 能提供孩子在膽量與勇氣 還有他視知覺的高度 跟能力上的一個協調的刺激 大家好 我叫何沛山 我來自台灣的台中 我現在在福建從事幼兒教育的工作 我是18年有一個偶然的機會 踏上平潭來從事找教 那時候的找教市場就是未開發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好的機運 所以來到這裡 那加上因為自己本身有兩個碩士學位 一個是文教經營 一個是早期療癒 也都是跟教育相關的 我自己的家裡在台中 也是從事幼兒教育工作的 我們利用透過很多繪本 有很多故事的小場景 所以孩子很好去模擬它 孩子會模仿 在平常街道上最常看到的賣魚 跟媽媽上街 奶奶上街 買菜的過程演出來 孩子的成長最主要是透過模仿 做中學 學中悟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會珍藏自己能夠做這件事情的 勇氣跟信心 除了我平坦有的出幼肝寶教園以外 我們是22年的7月 然後過來這邊做設計 9月正式育營接管 福清市友誼幼兒園 然後我們把戶外改造成像遊樂場的形式 讓孩子可以自由的發展自主的能力 去促進孩子大肌肉的生長 那他們每天的活動在自然的情境下 就能開展他們肢體的能力 那目前我們從之前最原先29個孩子 發展到現在我們近150個孩子 大概一年的時間 獲得很多家長的認可 那何曉黑私塾呢 他是我們今年4月然後來成立的 他專門就是為了去協助跟幫助 發展遲緩啊 像自閉症啊 或者是我們講的學習障礙啊 然後當然呢 還有對於特別的孩子個別化的引導 那個別化孩子引導就包含了 像比較陪憂啊 在這裡講的自由拔尖的一些 個性化教育 好 那這樣子的方式呢 可以去滿足每一個孩子的需求 炙熱的太陽有沒有覺得很熱 有 宇宙有什麼星球 文心 那我們新的一年24年 我們將會引進相關像 英幼兒按摩 語言 認知 各類專業型台灣的師姿 然後透過這樣子的交流機會 為我們的孩子提供更好的 在創意 想像 還有自主獨立 這些解決問題方面 比較內在的能力的一個全面提升 這就是做個案 我們去年 大陸的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